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晚报 我是今日主播David 今天是2021年9月29日 澳股盘后美股盘前 今天助力分析团队有David,Nancy和Derek 头条要文 澳洲SX指数今日收跌1.1% 应手科技和资源板块的下跌打压了市场 Pinnacle Investment Management 今日跌幅最大暴跌9.1% 而Challis Mining下跌6% Mineral Resources下跌5.6% Nearmap下跌5.3% 第二则 澳大利亚省监管局称将设置房屋贷款限额 金融监管机构已证实 他们正在采取抑制房地产市场风险 并准备在两个月内发布贷款限制方案 超低利率强劲的住房需求和飙升的价格 正在使更多借款人承担更高的债务 尽管贷款标准仍然是合理的 但信贷增长大幅超过家庭收入增长 将增加经济的中期风险 黄冠度假村任命RedBubble董事长为赌场董事会成员 Ann Ward 女士被任命为黄冠度假村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Ward 女士是Mainter Ellison律师事务所的前合伙人 是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电子商务集团RedBubble 和通信软件提供商MNF Group的董事长 她还是RMIT大学的理事会成员 中国恒大理向国企出售圣金银行股份 筹资约15亿美元 将出售所持总部位于辽宁沈阳的圣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近20%的股份 该交易受让方的股东 包括中国国有资产监管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沈阳当地的分支机构 以及一些地方和省政府的 此举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出手 抑制这家房地产巨头的财务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谷歌的在线广告费在澳洲可能面临监管 竞争监管机构表示 科技巨头在在线广告服务方面的影响力太大 需要制定新的法规来公平竞争 缺乏竞争可能会导致广告技术费用上涨 最终导致消费者为广告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 离矿公司LPI致力Mariconga第一阶段离项目资源量增加90% 第一阶段采矿物业确定的资源量限估为 估计为190.5万吨碳酸锂当量 离平均品位为953毫克每升 澳洲科技公司Micro-X签署美国政府国土安全部行李X设限开发合同和机场安全安检通道合同 公司目前执行第二份与机场检查站门户有关的150万美元的合同 公司将开发一个新的微型自助X设限扫描仪的原型 同时公司目前已开始进行机场旅客自我筛查门户的整体设计工作 该合同价值高达约250万美元 行情简报标普澳交所200指数今日收于7196.7点单日跌幅为1.08% 下面来看SX200股票涨跌幅以及成交量排行榜 首先是涨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SBM属于材料板块是黄金上产商上涨为6.69% 第二名RL同为金矿看态商上涨6.32% 以及第三名也是金矿看态商SL2上涨5.51% 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PNI属于金融服务板块下跌9.05% 第二名软件和服务公司Nearmap NEN下跌5.29% 以及科技硬件和设备提供商CDA下跌4.84% 成交金额榜前三名第一名CBA4.47亿澳元 BHP4.03亿澳元以及CSL2.80亿澳元 下面我们来看SX200账幅榜第一名SBM属于材料板块黄金看态商上涨6.69% 成交金额为1048.49万 San Barbara SBM是一家在澳大利亚的金生产和勘探公司 San Barbara的矿业资产包括在西澳Leonora运营的项目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SIMBRE的项目 一年日线图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一直处于一个连续下跌的通道之中 并且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一年 股价一直处于是60均线下方 可以看到尽管连续一年的下跌 但是本日迎来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涨幅 并且伴随着可以说是较高的成交额 但其反弹幅度仍然没有突破20均线 下面是其三年周线图 三年周线图来看可以看到整体上来说也是一个波动向下的一个增长轨迹 运行轨迹 可以看到股价波动率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在近日也近一年陷入了连续的下跌之中 以及最后的其五年月线图 可以看到月线图来看 整体股票已经连续下跌了一年之久 下面是CDN DF榜的第三名属于科技硬件和设备板块 下跌4.84% 成交金额1769.93万欧元 Codan CDN是一家工业技术公司 它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解决客户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环境中 遇到的通信安全安保和生产力问题 可以看到这家提供独特技术的工业技术公司 一年日前图来看是一个 在21年7月份年中以前处于一个连续上涨的趋势 但是在21年7月之后迎来了一波连续的快速滑落 并且一直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下面是其三年周线图 三年周线图来看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也是一直处于连续上涨的通道之中 但是在21年年中结束了上涨趋势 引来了一波快速下滑的过程 股价相较于过去已经将要跌去一半的价值 以及最后的其五年月线图 以下是今天所有新闻的信息来源 一风财富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家业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也欢迎各位投资者以以下的联系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